其實距離上一次也差不多兩年時間 為什麼會花了這麼多才可以給大家聽一隻新碟呢 其實同時間處理這隻碟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歌是沒有放進去的 反而是過了The Moment 這隻碟之後會出的作品 所以我們在選歌的時候都歸納了這五首 我們覺得是應該要一隻碟的 一個概念 是的 可能寫的時候沒有想過會有一個叫The Moment的題去寫 反而是很純粹去記錄那一年的一些感受 但是發現有一個共通點 很多都是很 即是說心情狀況 是的 說心情狀況的東西 內心世界的東西 所以之後我們才會再想一隻碟的名字 那些名字應該很好笑的 想也想不到 是的 究竟是中文英文還是Mom文 是的 你還想 哈哈哈哈哈哈 中文英文都想了一年 哈哈哈哈 但是每次砌了一隻碟都有一些moment 就是很難忘的一些經歷 對於你們來說是些什麼呢 我想最難忘是拍這個封面的照片 很特別 看到好像全家福那樣的形式 很棒 我覺得很棒 因為我們其實想拍這張全家福很久的 但是你也要找一個藉口的 所以這隻碟 不是每個人都有時間約到一天去拍一拍的 專程約一天一起拍的 所以看到全家福封面 裡面其實有很多人 有這隻碟的設計團隊 是的 有我們的髮型師 有我們的監製 監製化妝師 也有幾個 有一個是做這隻碟的mastering 混合的朋友 有我們的監製 有我們的老闆 還有我們的同事 還有我們四個 還有還有幾個是 我們在樂隊房裡面 除了我們之外還有幾個朋友分租的 那麼多個人去拍的 我們去了一間善美影室 一個舊式的影樓去拍的 這件事是想做了很久 但是跟十年有沒有關係呢 都想趁這個時刻記錄這個時刻呢 是有關係的 因為這隻碟子 剛好踏入我們第十年推出 所以也想告訴大家 Supportment 不只是四個人 就是有很多個人 一起去合作 去做好這件事